台湾军应该废除中国空军军歌遨游昆仑上空,俯瞰太平洋兵,从中国空军解放军俯瞰祖国宝岛海岸线和中央山脉谈起,分享,8.月08,2022,解放军飞行员侯红在央视说目视距离俯瞰祖国宝岛海岸线,和中央山脉我想到台湾空军的大中国思想空军军歌遨游昆仑上空,俯瞰太平洋兵,痛恨中国的台湾人会血汗永固中华魂,美国建议台湾轰炸三峡大坝种族灭绝中国人 还被台湾人广泛讨论,空军却是看5月3江雄关要塞美丽的锦绣河山,这简直要逼疯台独军了,转型正义为何还让蒋介石遗毒残留在台独军队呢?图片说明,解放军飞行员侯红在央视说目视距离俯瞰祖国宝岛海岸线,和中央山脉,图片说明,台独空军军歌净充满大中国情怀,我们先看这首充满中国情怀的空军军歌,空军军歌,作词,简朴,刘雪莉,林云玉风 去报国把制深遨游昆仑上空俯瞰太平洋兵,看5月3江雄关要塞美丽的锦绣河山灰映着无敌机群,缅怀先烈莫辜负创业艰辛发扬光大由赖我空军军人,同志们努力努力使勇使勇使勤国作惶惶万事荣,净粹为空军报国把制深哪怕风霜雨露知信双手万能,看铁翼避空马达其名美丽的锦绣河山灰映着无敌机群,我们要使技术发明日日新我们要用血汗永固中华魂 种族灭绝手法对中国人进行大屠杀,包含攻击三峡大坝,打北京,上海等平民城市,美国人只要想屠杀黄种人,就拿他们研发的新武器进行疯狂大屠杀,例如在日本东京无差别大轰炸,在日本败向以路时仍坚持用核武原子弹屠杀数十万日本平民,在越战用成绩深化战绩屠杀越南人,美国白人建议台湾人攻击三峡大坝这种种族灭绝手法,无疑是对黄种人中最多的中国人的痛恨,非常恐怖 图片说明,美国是唯一用核子武器种族灭绝平民的白人国家,图片说明,美国建议台湾轰炸三峡大坝种族灭绝中国平民 这种美国建议台湾种族灭绝中国人的思维,已经进入台湾新一代年轻人的思维 风传媒曾经狂热报导台湾较轻建议用熊三飞弹攻击台湾自己的核电厂,形同要种族灭绝中国东南沿海好几亿中国人 现在台湾空军军歌却唱着,林云玉峰去报国把至深遨游昆仑上空府看太平洋兵,看五月三江雄关要塞美丽的锦绣河山 我们要使技术发明日日新我们要用血汗永固中华魂,同志们努力努力同德同心国做黄黄万世荣 这不是违反美国人要种族灭绝中国人,台湾仇恨中国总意志吗?台湾政府不应该继续用大中国思想洗脑台独军 要是美国人知道民进党政府这样搞,还会相信台独军的战斗意志吗?Blackjack2022年8月7日 罕见发布视频,照片解放军,非官府看台湾中央山脉,2022年8月6日